大家來關注海魁颱風的最新動態 它現在距離我們鵝鑾比大約東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面 可是如果有在關注海魁颱風的觀眾朋友 肯定有發現它的路徑又變慢 而且又往南修正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要持續嚴加戒備的部分 比如說海景的部分還是東半部跟恆圈半島一帶 現在還是列在海景的範圍 這些地方的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而另外在過去幾個小時 因為海水溫度熱含量是充足 再加上垂直風切小的關係 所以說海魁颱風有略略增強一些 未來也不排除它的暴風半徑 會從目前的150公里再往上增胖一點 也就是說它在靠近我們的時候 還是維持中台強度 但是會比現在再稍微的增強一些 那麼也來看到了 雖然說原本預計可能在今天清晨就要發布路徑 但是因為它變慢 而且又持續往南修正的關係 所以說氣象局是預計會是在稍後的11點半 發布路上颱風警報機會相對比較高 原因我們帶你來看了 目前的入境來看呢 有可能會是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它的暴風圈就會接觸到我們100公里的 警戒海域範圍 那麼到了入夜到明天的清晨這段時間 暴風圈就有可能會接觸到陸地 可是它的中心點要登陸的話 目前看起來有機會是到明天的晚上入夜這段時間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路景的時間一延再延 可是我們來看到它一個最新路徑來看 其實在這個很大的黃色綠色範圍當中 代表都有70%的一個清晰機會 所以說現在就說了有三條路徑是有可能 當然目前最高機會的是在台東登陸 可是也不排除它有可能會往北偏一點點 說不定也有可能會在花蓮登陸 或者是它繼續往南偏的話 也有機會是在恆圈半島 甚至我們可以發現 目前在巴士海峽這邊通過 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機會都有 主要就是因為它現在的路徑 還有很大的一個不確定性 但是怎麼會這樣子呢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到 它在登陸之後出來 可是還是在台灣海峽附近 繼續的打轉滯流 這就跟目前大環境上 有很大的一個原因跟影響了 因為目前在前幾天 太平洋高壓持續增強 所以把它往南壓 而且往西偏 所以它原本是會通過琉球群島往北走 現在會很有可能直撲台灣 可是現在開始太平洋高壓 又要稍微的減弱了 而且我們還要關注 後面還有一個熱帶擾動 這個動向 如果說它有機會發展的話 未來海魁颱風的路徑 會更加的詭譎 因為前面有一個紅燕颱風 後面如果又有一個熱帶擾動 或者是熱帶系統的話 一南一北 兩個熱帶系統 就會把太平洋高壓給截斷 擋在那邊 所以說太平洋高壓 升不進來的話 現在蘇拉颱風跟海魁颱風 又在一個季風環流底下 他們沒有明顯的導引氣流 所以就導致說為什麼 這個海魁颱風 它在可能登陸我們之後 進到巴士海峽 會有打轉滯流的一個狀況 打轉滯流對我們來說非常不好 因為海景的範圍 海景的時間會拖得很長 所以說對我們的影響也會更大 可是剛剛提到了 這個海魁颱風 它是有可能會登陸的 可是如果它是從台東登陸的話 又會有另一個不同的狀況 因為當它的暴風中心 撞到中央山脈之後 它的一個結構可能會有所的減少 或者是有減弱的狀況 到時候它的一個移動路徑 都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可是如果說我們像剛剛提到的 它是走恆圈半島一帶的話 它的這個破壞力就沒有那麼強了 所以說不同的路徑 對於海魁來說 接下來它的移動的動向 都會有很大的一個不確定性 還有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後面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這個熱帶擾動 以及未來的一個高壓 它的變動也都會有所影響 但是不管怎麼樣 海魁颱風一定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水氣 尤其從今天開始 從雷達回播圖上就可以看到 外圍水氣已經在基隆北海岸 新北市山區還有宜蘭地區 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暫震雨發生 而且氣象物局也針對這些地區 發布了大雨特報 目前看起來 在過去一個小時的時候 宜蘭還有新北市山區北海岸 也都有一些短暫震雨出現 今天在北部地區都是像這樣子 有時候可以看到陽光 有時候雲亮很多 但有時候又會突然下雨 所以提醒您 雨傘也就要帶在身上 那麼到入夜之後 開始降雨的範圍會越來越廣 我們來看到今天主要的降雨 剛剛主要的是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受到外圍水氣影響 整天會有一些不定時的降雨出現 而午後呢 在中南部山區 也會有一些局部的雷震雨 特別是山區有大雷雨發生的可能 不過在白天的時候 中南部的平地地區 會是多雲道晴 還感受不到颱風的威力 但是到入夜之後 隨著颱風慢慢的越來越靠近 所以晚上開始東半部 尤其是宜蘭花蓮地區 雨是要慢慢的增強了 那麼包含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山區 也開始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但是禮拜三 禮拜天到下禮拜一的時候 相對來說 這個颱風是離我們最接近的時候 所以可以看到在東半部地區 12個小時就出現這種紫色的 一個累積雨量 代表說可能會有200以上的 一個累積降雨 所以說一整天下來 在台東地區是有可能出現 豪雨等級以上的強降雨 所以提醒台東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嚴加戒備 而且也可以發現 整個降雨趨勢 由東往西延伸的一個趨勢出現 所以說接下來東半部地區 會先首當其衝 不過隨著颱風慢慢的 要往我們的陸地前進的時候 接下來在整個南部地區 還有中部地區 雨勢也會慢慢起來 就是在星期天的這個時候 尤其是越晚雨勢越大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偏紫色粉紅色的地方 都是代表有可能會出現 豪雨等級以上的強降雨 特別是在山區 雨勢有可能會出現 累積甚至不排除大 大豪雨等級以上 那麼恐怕要等到下週四之後 等到颱風真的慢慢遠離 甚至登陸中國大陸之後 雨才會慢慢的緩和 下雨下的時間這麼久 也就是因為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它到了台灣海峽之後 有可能會出現一些滯流的狀況 雨啊 風啊 浪啊 影響的時間都會比較久一點 所以來看到在浪高的部分 在今天晚上開始 基隆北海岸東半部 還有恆春半島 就可能會出現 三米以上的浪高 甚至有可能還會再更高一點 而到了明天的上午的時候 沿海各地都可能會在三米以上 尤其是在颱風中心 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可能會是在花蓮台東一帶 有機會出現比如說五米六米上的一個巨浪 所以提醒大家這幾天 不要前往海邊 而另外強風的部分 從今天晚上開始 在北部地區 東半部恆春半島 還有離島地區 風也會慢慢的變強 會越來越有感 而到了明天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提到的 在剛剛的基隆北海岸東半部 恆春半島離島 都可能會出現八到九級 甚至更強的一個陣風 所以說提醒大家在颱風來襲之前 今天天氣還算是相對穩定一點點 稍微看一下 家裡這邊的一個排水溝 是不是都有清淤了 還有呢 最近這幾天 不要前往山區 也不要前往海邊 避免發生危險 以上是這節氣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